一天只吃一堆豐盛餐 体重也使得变坏 现在十八点钟 今天的人比昨天的人多多了 好吧也没有多多了 我刚刚去买早饭回来了 特别丰盛的早饭 拿了一个番茄鸡蛋面 其实我都已经很久没有吃我们食堂的这种番茄鸡蛋面了 因为有一次吃了就觉得很难吃 所以我就没吃过了 不知道过了这么久它有没有改进 是不是看着感觉还挺不错的 就是很烫 所以我要等它凉一凉了再吃 然后我还买了一个丝蛋糕 因为就是看着就很诱人 所以我就买了 这个丝饭糕在我们那儿叫丝吧 我还买了两瓶叶曼奶 因为上次买完之后觉得还挺好喝的 留着之后当早餐 面应该差不多了吧 它里面的面端是这一种面 感觉像是那种画面类的 你们看 有点烫 这样的 感觉应该凉好了吧 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有点烫 好汤 不然还是不是很好吃 感觉没有味道 我本来是看着这个 它的番茄炒蛋感觉特别好吃 我才买的 结果感觉没有味道 这面太烫了 所以我没法一次性把它做完 完了 这次吃完感觉我又很久不会吃这个面了 手艺还是没有改进 这么大一碗面只要6块钱 加包装7块钱 我觉得还挺便宜的 不过其实在我本科刚入学的时候 我们食堂 它本来这种面的窗口是在二楼的 那个时候面贼便宜 只要3块钱一碗 加番茄鸡蛋好像也就4块钱还是5块钱 那时候嘴好吃 就那个汤特别入味 比现在好吃多了 它现在自从搬到一楼之后 感觉就没以前好吃了 就这个汤就做的不行了 一点味道都没有 感觉就是忘记放盐了 好饱不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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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don't wanna be normal no more i don't wanna take drugs in the cloud i don't wanna pretend we're enough i don't wanna put it out just for fun